就在前几天,还有一百多个手持搞把片刀的人 对吉林省农安县的一片平房进行了野蛮的强拆 这个举动自然也引起了当地民众的强烈不满 李景中是被非法强拆的护主之一 据他介绍,当时有四辆大客车,仅二十辆轿车 一百五十多个携带凶器的不明身份人员 把他们的房子围了起来 这帮小子特别专业 他们来到先把店给弄断了 我们都没有店 完了就开始把,以后前后也就是二十多分钟 不超过半两十 窗户砸碎了,大门也够推倒了 拨的镜子,窗框都起走了 都砸碎了,后屋的家具全都砸碎了 公安局接到报警后 立即对强拆人员开展抓捕工作 到现在已有十多人落网 根据这个公安局图审的资料看 就是由开发商找的一些社会人员 记者联系到开发商明达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一名负责人 他在电话中表示,强拆事件和明达公司无关 现在农安新政府已经对酒户被强拆居民进行了妥善安置 被强拆户可以得到每月三百元的补助 关于强拆事件的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之中